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善良作为一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应当建立在理性和明智的基础上,而非沉溺于盲目的心软之中。 理性的善良源于对待事物的明察秋毫,它能够更有效地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理性的善良是智慧的体现,是对复杂人际关系的深思熟虑,尽管善待他人被广泛认为是一种美德,但在某些情况下适度的冷静和坚定同样不可或缺,这并不是对善良的否定,而是一种对个体边界的自我保护。 在保持善良的同时必须学会拥有足够的坚定,以确保个人的底线不被侵犯,善待他人的同时也要善待自己。 理性的善良是一种深思熟虑有意识的善良方式,它基于对事物的客观认知和理智的判断,与盲目的心软相比。 理性的善良更能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积极而可持续的影响。 首先,理性的善良涉及对行为和决策的慎重考虑,而非仅仅出于情感的驱动,它需要思考可能的后果,影响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这种善良不是凭一时冲动,而是建立在对事实和背景的充分了解上,从而能够更好的服务社会和他人。 其次,理性的善良还包括对价值观和道德原则的深入思考。 通过对自身信仰和道德准则的明晰认识,个体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善良行为。 这样的善良不容易受到外界压力和诱惑的影响,更具有自主性和持久性。 此外,理性的善良能够更好的,适应多样化和复杂的社会背景。 它能够在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过度的主观情感干扰决策。 在跨越文化差异的同时,理性的善良也更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最终理性的善良是一种长远考量的善良。 它不仅关注眼前的需求,还注重对未来影响的预测。 通过理性思考个体能够更好的选择行为,使其对社会和他人产生正面的可持续的影响。 在人际关系中善待他人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在某些情况下,保持适当的冷静和坚定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这涉及到个体在维护自身边界和权益时所需的平衡和智慧。 首先保持冷静意味着在情绪,面前保持理性和冷静的头脑。 有时候过于急于善待他人可能导致个体在决策时过于妥协,从而牺牲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冷静使个体能够更好的分辨。 何时需要坚定地维护个人立场确保不受侵犯。 其次坚定表示在一些情况下,必须明确并保持对个人边界的守护。 即使在表现善良的过程中,也需要知道何时说不或采取果断行动。 这样的坚定不是出于敌意,而是为了确保个体的合法权益和尊严得到尊重。 它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表现,保持适当的冷静和坚定还能够避免被他人滥用,有时过分的善意可能被一些不道德的人视为弱点进而加剧个体的困境。 通过保持冷静,个体能够更好的识别潜在的潜在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范潜在的危险。 最后适当的冷静和坚定未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维护自己边界的同时,个体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立场,促使关系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心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个体被滥用的风险,因此在表现善良时需要保持警惕,以确保不成为他人的弱点。 这涉及到平衡善良与自我保护之间的微妙关系,以防止不当利用和潜在的伤害。 首先保持警惕意味着对周围、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敏感性。 个体需要认识到,不是所有人都对善意的行为产生良好的回应。 有些人可能会试图利用他人的善后之心,从而导致不公平的境地。 通过对人际关系的敏感性,个体能够更早地察觉到潜在的危险迹象。 其次确保不成为他人的弱点需要在表现善良时保持适度的保留和理智。 善待他人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妥协和牺牲。 个体需要在维护自身底线的同时,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防范潜在的滥用。 这需要对个人价值观和底线的清晰认识,并有勇气坚持他们。 此外,建立健康的沟通和边界是防范滥用的关键。 通过与他人明确沟通个体的期望和底线,可以降低被滥用的风险。 清晰的沟通有助于避免他人误解个体的意图。 同时也使个体能够更好地辨别,何时需要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 最后,自我保护并不等同于冷漠或缺乏同情心。 个体仍然可以保持善后和关爱的心态,但需要在这种心态的基础上加入理智和辨别力。 这种平衡将使个体更有能力,通过善待他人为社会贡献,同时保护自己不受不当利用。 在面对争议性的问题时,善良的表现可能体现为坚定的立场。 这需要一种平衡,既包含忍让又不意味着完全妥协。 这种平衡反映了理性和成熟的善待他人的态度,使得在保持原则的同时,能够建立更为理解和包容的人际关系。 首先,坚定的立场体现了对于个体价值观和原则的执着。 在争议性问题上有时候表现坚定并不是倔强,而是对内心信仰的忠诚。 这种坚持有助于形成真实的自我,同时为他人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界限,使沟通更为清晰和诚恳。 然而坚定并非意味着拒绝一切妥协。 忍让在处理争议性问题时同样重要,这需要对不同观点的尊重和理解,以及愿意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出一些让步。 通过忍让个体能够展现出善意合作的态度,促使争议得以和平解决而不是陷入僵局。 关键在于找到平衡点,有时候需要在保持坚定的立场的同时,灵活的调整立场以适应变化的情境和他人的需求。 这种灵活性不是对原则的放弃,而是一种智慧的应对,使得争议性问题的解决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在实际操作中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是,实现坚定与忍让平衡的关键。 通过深入的交流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的立场,找到共同的价值观,从而在争议性问题上形成更为和谐的共识。 总体而言,对于争议性问题,善良的表现应该是一种坚定而不固执的立场,其中融入了适度的忍让。 这种平衡促使社会关系更加健康,并在处理分歧时培养出更为理解和包容的氛围。 善待自己的重要性在于在维护他人利益的同时,保护个人的权益和福祉。 过度的心软可能导致个体陷入不必要的困境,因此需要在善待他人的同时,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需求和权益。 首先,保护自己的权益是对,个体自尊和尊严的一种尊重。 善待自己意味着在人际关系中建立健康的平衡,不轻易妥协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这有助于个体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在维护他人利益时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也包括,在人际关系中建立良好的边界。 明确的边界有助于避免他人的滥用和不当利用。 个体需要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期望,使得他人在与之互动时更为理解和尊重个体的立场。 此外,善待自己是维持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 过度的心软可能导致沉重的心理负担和情绪压力。 通过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个体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的压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在实际操作中建立自我关怀的习惯是关键。 这可以包括合理规划休息时间追求个人兴趣爱好,寻求支持和建立积极的自我对话。 这些措施有助于个体更好,的平衡自我关怀和他人关怀形成全面的福祉。 最后善待自己同样是重要的,过度的心软可能损害个人的福祉,使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困境。 在维护他人利益的同时,理性的善良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找到平衡点使美德和智慧共舞于生活的舞台上。 好了,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